带老婆注摩铁啊 那就是洞穴啦 大家喜欢呢? 嗨大家好 我是Jeki 我是Nina 我们现在在台中 我们今天又跟着网友的推荐来台中吃美食了 是 没错 我们上一次来台中 上一次来台中俩龙的时候 很多网友给我们建议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这一次我们就是一样按照网友给我们推荐的 实地再来走访一下 就是吃的玩的 是吧? 没什么玩的 都是吃的 吃的 网友知道我们是吃货 所以给我们推荐的都是好吃的 但是因为推荐的好吃的地点太多了 我们也不可能全部吃完 所以我们就打算选几个就是有开的有营业的 其他的呢 我就把它整理下来放在资讯栏里面 有要来台中的朋友 我们没去的你们也可以去体验看看 然后好不好吃再告诉我们 第一站我们来到最多网友推荐的 位于台中东区自由路三段的花莲水尾臭豆腐 哇塞 看着就好吃 看着就好吃 我们从停车场走过来 大概还有100公尺就闻到香味了 应该说就闻到臭味了 这个豆腐看起来表皮很酥脆 可是你看它不是很硬的那种 它不是硬到你压不下去的那种 对对对对 对吧 像这个从小吃臭豆腐长大的臭男孩 来哦 这个是网友力推的啊 网友推荐的啊 对 哦哇 嗯 它外面表皮很酥 里面是超级软的豆腐 像我们在高雄吃的比较硬的 嘴巴里面会稍微会割伤 那它这个有点薄脆薄脆的 那种感觉很不错 加点蒜泥 对对对 每一个都要加一点 嗯 加上蒜泥更好吃的哦 哦 泡菜塞进去 很会吃嘛 哇塞 我差几块的 嗯 好吃吧 几块一块吗 里面的豆腐非常的软 哦 里面超级软 这就是它搭配的泡菜 它的酸度是够的 嗯 就是我不喜欢吃太甜的那种泡菜 它就酸酸的 搭配臭豆腐 轻口轻口 搭配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 你说真的是要听网友推荐啊 网友推荐的 是真的是在地好吃的美食 而且这个人超多 吃完臭豆腐 网友又推荐我们来北区太平路上的 路上gamino喝饮料 哪一杯是哪一杯 这是杭州 杭州 这是麦香 稻香 稻香 它现在那个杯子上都是Halloween的那个 哦 对对对 因为今天好像是万圣节 是是万圣节的装扮 感觉是喝水 哦真的吗 哈哈 我们是无糖去冰 我想象的味道一样耶 有普洱跟菊花的味道 有 哦哦 对对对 但是属于比较偏淡的 哦 所以你觉得喝起来好像没什么味道 是有回甘啊 你看我现在帮你录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嘴巴里有那个淡淡的普洱 对对 菊花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来倒香啦 哦喝了喝了 这个倒香是有糖的 这个好喝多了 这个好喝多了 哈哈哈 有一个玫瑰味 喝得出玫瑰香味的奶茶 哦 诶我想喝我想喝 这个比较好喝 这个还没有咽到喉咙 光是进到嘴巴里就有那个玫瑰的味道 哦 我还没有喝过玫瑰味的奶茶 它的甜度是可以选的 可以 甜度就跟一般饮料店一样 你要什么糖都可以 那我们试试试 微糖去冰 可以 好下一个网友推荐我们去的 是摩铁 摩铁了 我看到网友的留言 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 我想说怎么会让我们来台中体验摩铁 哦 后来终于有一个网友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说 在台中有非常多有特色的摩铁 他知道原来网友不是在开我们玩笑 是真的真心推荐 哦哦哦哦 原来是车开过来 然后就会有在reception的人出来 然后跟你要证件 所以你就不用下车 教学教学 啊 摩铁入驻教学 没去过摩铁的 知道了吗 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没去过 只有咱们没去过 应该很多人没去过吧 很多人怕 哦开门了 它是长这样 两边都是车库 哇 所以是说专属我们 所以 哦我们是在B1 哦 然后呢 可以吗 自己上去了 自己上去了 嗯 哇塞 我们俩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进来都不知道 要按哪里 开 哎 哦哦 两个拖鞋 没有 直接开可以吗 啊 没锁了没锁了 打倒咯 打倒咯 穿在这 哇塞 在lutube之前呢 我还是要先来回答 而且还是持续收到网友的一些私讯啊 问我们你们推荐的 家里如果有孕妇 或者是有养宠物 甚至有小孩都可以使用的 蛆虫清洁即是什么啊 这是独打的产品啊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那就是我们家的 家务总负责人 就鬼哦 很远快走啦 吸完地之后呢 我就用独打的蛆虫喷物呢 先从客厅的角落开始喷 这个桌子以下呢 那边角角有缝隙的地方 我们都给它喷一喷 然后客厅喷完之后呢 我还会再喷一下厨房的角落 老公再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到底为什么可以驱虫 因为呢独打这个产品里面呢 有加入这个植物的精油 然后植物的精油呢 又是虫很不喜欢的味道 暗示呢 一般的精油只能持续大概几个小时而已 独打呢 它用了一个创新的专利技术呢 它把这个精油的分子呢 包覆起来 让它的效力呢 可以持续长达一周 所以我们只要一周呢 喷一次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防护效果 喷完之后呢 我用独打的地板驱虫清洁剂呢 再把家里全部拖过一遍 像我们家最近拖地都用洗地机 这个清洁剂是可以直接用的 我们家有毛小孩 所以是按照1-200的比例去稀释 这个地板清洁剂呢 里面有添加奈米芯 可以达到长酵义菌的效果 喷完以后地板干干爽爽的 而且还有一个淡淡的清香 家里有毛小孩的 或有小朋友的 都没有问题 但是褚虫特别讨厌这个味道 不吵啊 我不要吵啊 再来打扫厕所 我用这个镀膜式的预测清洁剂 它除水垢很好用 手中头我们刚喷上 已经过了几分钟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拿个海绵 轻轻轻轻 你看怎么样 干干净净 就像镀上一层膜一样 超越规则 超乎想象 11月1号到30号 独打大扫厨超早鸟优惠 全管两件九折满千免运 单比丁单满两千加正商品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选资讯栏 和置顶留言的连结哟 哇塞 请进请进 哇塞 你看就是洞穴 洞穴 我们说洞穴 洞穴 哇 我们家里大 哇 哇 超大的 这样耶 这个 哇 这饱过来很习惯的 哇 习惯的哦 要大家喜欢呢 干嘛 然后你预论在这里面 哇塞 哇很厉害耶 这真的是特色摩铁了耶 这里还有电视的遥控 里面灯光的控制面板 还可以唱KTV耶 然后这里还有给你吃烤鸡用的胡椒粉 感觉这种摩铁 我第一次做啊 就是 那也避兴蛮好的 你车停下来 电机直接就上来 摩铁就是这样的啊 开车进来直接就是 房间的那种 所以它才叫Motel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被拍到都是在摩铁 就是这么多 为什么这么多艺人 还是一些政治人物被拍到 就都是在摩铁 因为车开进去 直接进去谈公事了 对开会了 我们先不开会了 马不停迪前往超多网友推荐的 不当渔民 当刁民 的刁民酸菜鱼 我们就点了这个最小份的酸菜鱼 就这么大一锅 对对 哦 两人份 然后我们加了油条 猪肉 猪猪 先来一口 鱼 香 好吃是吧 好吃很嫩 说它这个肉是鲤鱼肉 黑鲤鱼肉 对对对 好香耶 焦麻是什么的 焦麻焦麻的口感 尝一下它的酸菜 酸菜 菜有点辣 菜本身就比较稀辣了 对吧 说这个是什么 虾肉鱼皮 一分钟 先吃别的 先吃鱼 网友推荐的真的是不错 一分钟了一分钟了 好好好快快快的 真的很好吃耶 它吸了汤汁之后 变成滑Q滑Q的感觉 很好吃对不对 嗯 有个酥香酥香的 真的就是一分钟就好 如果泡太久了 它变成一张软软的皮就不好吃了 就得是那种 有点鱼鱼鱼鱼的感觉 好吃 配上水果茶 一定要给一杯冰的 解辣用 推荐推荐 感谢网友的推荐 让我们在这么晚的时间 还有一间这么好吃的店可以吃 吃这个酸菜鱼吧 它有一个心理的过程 一开始进去 嗯好香 好好吃的感觉 这个焦麻味怎么样 这个焦麻味 前三口都吃的特别好吃 它想要去喝它的汤 结果呢 5分钟后 哇 但是还想吃 就是意志力的对抗 然后擦擦擦擦擦擦 第三阶段就是 嗯不能浪费 把肉都吃完 吃到最后就是 好负担哦 我们今天来到台中的第二市场 很多网友 推荐我们第二市场里面有好多美食 鱼肉饭 蚂蚁汤 干净面 茶眼睛 鲸素食 菜桃柜 肉包肉圆 米苔木 寿司生一片陷阱 独食小菜 环顿汤 现场 要不要买衣服吧 很适合你 选一件 我买给你 不要听Ricky靠腰啊 先来吃第二市场里有名的山河卤肉饭 还有我们两个都没喝过的蚂蚁汤 蚂蚁汤 不知道是甜的还是咸的 你喝喝看 金苏蚂蚁是夏天的东西 原因是它很退火 很消暑 有的人说会有一点苦苦的 不太苦 就是它那个口感是那种好像胶质很多的那种感觉 滑滑的 滑滑的 这什么决菜啊 火猫啊 那种感觉 是咸的 咸的 有点草味 你来尝尝 对就是有一个草味 怕你说成小味 是呢 有一种青草味 但是你看里面放这是地瓜 哦这是地瓜 地瓜就是它喝起来有点苦嘛 所以地瓜可能有点带一点甜味在里面 蛮特别的 我们主要是没喝过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特别想尝一尝 不难喝 而且感觉非常的健康 感觉就很多什么叶绿素啊 维克林在里面 对对对没错 这就是台中的特色美食 澳洲人没吃过 没吃过 真的没吃过 记得我们上一次来台中 我吃过一个控肉饭 这是控肉饭 咱俩都觉得它不够甜 对吧 啊这个咧 你吃啊 可是没有甜味 没有甜味 我跟你讲 没有甜味 反而就是跟有一些 古早味妈妈在煮的 比较相近 嗯 它不像南部吃的这么甜 嗯 但是它又很香 这个肉 滷的也很香 尤其是 这个肥瘦之间 就一口肥瘦 加一口饭 就是刚好 刚刚我们在第二市场 遇到观众朋友 他说 你们可以去买那个长期蛋糕啊 你们现在去买 应该不用排队了 对 然后我们就走走走走走 过来 诶是一间老店 然后走进去都是蛋糕的香味 来回去送朋友哦 给我自己吃啦 对吧 再来网友推荐我们来吃 第二市场附近的 74年老店 天天馒头 很像地瓜球一样的感觉 但是它外面我以为会是硬硬的 结果摸起来是软软的 绵密的豆沙 很绵密的豆沙 嗯 这像什么呀 口感 我说过来 很松软 很松软的 很松软 豆沙甜甜的 很好吃耶 而且很香 那个面香 炸出来的那个面香 这个当小点心不错 下午茶 下午茶 后面人家带小朋友来买的 Ricky跟我买几个 我说两个 这么小一个两个 两个你浪费人家的纸袋 说这间也是网友给我们留言推荐的 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 五元烤馒头 然后我查半天没查到 原来现在是六元 人家叫天天馒头 哦对对天天馒头 我叫五元烤馒头 嗯 我们来到了一中风人冰 一中风人冰 一中风人冰 对对 它上面有这个是 花生 不是不是花生 就是大豆 还是什么那种 那还有冰淇淋在下面是不是 我们要的是招牌的 招牌招牌 招牌就是冰淇淋比较少一点 酸酸的 就是它那个冰沙是乌梅的冰 嗯 原来是这样的 那豆子吃起来是不是有点在吃蜡烛的感觉 我没吃过蜡烛 我吃过 因为我戴牙套的豆子贴那个蜡嘛 就嚼起来好像嚼蜡 一般人不会 你可能要再举一个大家吃过的东西 一般人不会吃蜡 这就是蜜过的 这个叫什么豆啊 反正就是八宝冰常见的那个料 就甜甜的 不过我想吃到它冰淇淋 哦你挖一挖 白色这个 哦 香蕉冰 就是都是古早味的 嗯 你说这种酸甜口感那种乌梅啊 跟香蕉冰都是古早味的 就是早期的冰 你们晓得什么 比我再更早 爸爸那个年代 他就有70年吗 对对对 就像之前我们去航厂您说的 第一当医生第二次卖冰 对对对对 所以它卖了70年 所以应该赚了好几栋楼 其实它整体的口感很好 就是上面有酸甜 下面又有一个香蕉味道 香香的冰 下面的香蕉冰是甜味重 下面的冰山是酸味 对对对 挺好吃的 嗯 还40块 40块 同班美食 吃完风仁冰 我们就准备回家啦 别忘了本月独打 有大扫厨超转流优惠哦 穿过荒野的风 你满邪走 我用神我告诉你 我醉了酒 乌兰的腿的也 那么近 那么近 连风都静不动 静不动 不错呀 没白雪啊 我们现在在谷坑的服务区 因为想上厕所 但是它的厕所超干净 很干净 而且很多间 很多间 而且它还有电子的荧幕给你洗 有多少个空格间 对然后反正非常非常好 但是更好的是它之前这边还有一个 宠物公园 对就是说你有带狗狗出来玩的 是 狗狗中途也想要上厕所 它还可以 宠物休息区 而且还分了小型犬入口 哦 右边是大型犬 哦 哦 所以 你带狗狗出来玩 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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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